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孩子放养更好 从不怎么管他们 全部交给了婆婆 结果65岁那年 我被三个儿子 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春节的冬夜 我被冻死在了小儿子的门前 我在门口生死历劫的叫了一夜 哎呀 妈好冷啊 哎呀 让妈进去吃点东西吧 妈好饿啊 可是没人管我 我在绝望中冻死 死后我回顾一生 看见了婆婆的所作所为 婆婆重男轻女 对几个大孙子极度溺爱 对兰兰却是非打即骂 而我竟然从没有发现过这些 忽视了这么多 我想我这一辈子是不是都错了 纵容婆婆对两个儿子的溺爱 让他们变成了冷血无情的样子 我猛然起身 后背进出了一身冷汗 老公宋雨迷离呼呼开口 怎么了 轻轻 我看向四周 还是我熟悉的博士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我在梦里过完了一生 看见了凄惨的后半辈子 也看见了婆婆的所作所为 虽然只是一场梦 但不知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真实的无力感 早上天刚亮没多久 婆婆又在门外大吵起来 送蓝蓝快点起床了 几点了还不起来做饭 我看了看时间才早上五点 平时我睡得深 八点左右才起床 每天桌上都做了满板的饭菜 婆婆都说是她自己做的 结果竟都是让蓝蓝做的 梦里婆婆喜欢几个儿子 讨厌女儿 我又早出晚归 婆婆在我看不见的时候 指使蓝蓝给她当牛做马 就对两个孙子极度溺爱 我冲出房门 看见婆婆正拎着蓝蓝走出房间 边走边骂 你这个赔钱货 睡死了 不早点起床做饭 等会你弟弟们吃什么 妈 你这是在干嘛 婆婆敲咪咪的白了我一眼 然后满脸堆笑 小秦啊 你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 我让这丫头起床做饭呢 什么 蓝蓝才13岁 你怎么让她这么早起来的做饭 我拉过蓝蓝挡在她身前 妈 蓝蓝还小 别让她做这些事 你要起来早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算了 也别为蓝蓝蓝 婆婆善笑了一下 哈哈 女孩子家家 就该多做些家务 长大了 好伺候人 现在不做以后 迟早都要学的 今天算了 我去做吧 说完一溜烟进了个厨房 我摸了摸蓝蓝的脑袋 她低着头 眼含泪 蓝蓝 你以后好好睡觉 别听你奶奶的琴那么早 受了委屈记得给妈妈说 妈妈 可是你每天都很忙 奶奶说要听她的话 不要打扰你 你有什么需求 妈妈永远都在 不会被打扰的 有事来找妈妈 好吗 吃完早饭 婆婆和宋雨带着我 去她认识的医生那产检 哎呀 小琴啊 真给力 这她怀的又是男孩 婆婆拉着我高兴的快跳起来 这是我怀孕三个月了 怀的梦里最受宠的小儿子 眼前的医生 是我婆婆找的熟人 查了她的性别 宋雨我老公 满面愁容 又是儿子 在家这个都三儿子了 可我们就一个女儿啊 宋雨是个老婆奴 没有重男轻女那套思想 家里重男轻女的只有婆婆 梦里婆婆严厉呵斥了宋雨 说儿子就是老宋家的香火 家里的钱全都要留给三个儿子 宋雨念如了几句 终究什么都没说 医院走廊里我看向婆婆 妈 你回去吧 别带在家照顾我了 婆婆文言眉头紧皱 开始大闹 你这是赶我走 你要赶我走 哎呀 看看你娶了个什么女人 竟然赶妈走 我冷笑 你倒是找错帮手了 果然 宋雨立马接着我的话 妈 我之前都说了几次让你回去 我们这自己能照顾得过来 你快回去吧 宋雨一直觉得她妈思想有问题 根本不想她妈过来 自己儿子都发话了 她见大吵大闹没用 只得灰溜溜的离开 走之前还放狠话 告诉你 你以后求我回来带孩子 我都不会来 我摸了摸肚子 梦里最爱的小儿子宋明远 当初把我打一顿赶了出去 骂我老不死的东西 让我滚 我在门口求了他一夜 让他放我进去 他却冷眼看着我冻死 老公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宋雨大惊 轻轻 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你之前不是很想再要一个儿子吗 是 梦里我总觉得多子多福 儿子生的越多越有福 可实际呢 把他们一个个养成了没有新的吸血鬼 我们家已经三个孩子 够了 多一个懒得养 以后也不生了 宋雨连忙点头 好 我去劫杂 你做你想做的吧 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宋雨总是这样 无条件地包容我 支持我 于是择日不如撞日 我当天就在这家医院做了流产 我知道 宋明远被养歪 我有很大一部分纵容的责任 可我现在已经没精力 再去教育这三个不孝子了 我只想好好教教几个孩子 所以对不起了 我不能让你出生 重新找个好人家投胎吧 刚回家就听见屋子里 吵吵闹闹闹的 我揉了揉脑袋 真服了 沙发上玩具衣服扔的到处都是 临时也撒了暖地 兰兰一手抱着五岁的宋小超 一手收拾十岁 宋泽阳弄的垃圾 宋泽阳则像个猴子一样 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兰兰收拾完一边 他马上又冲过群动乱 宋泽阳 你干什么 没看见我在收拾屋吗 宋泽阳一边吃薯片 一边把手指上的油 抹在兰兰头发上 怎么样 管我什么事 你还敢吼我 等奶奶回来让他收拾你 宋小超嘎嘎地笑着 使劲咬了一口兰兰 坏姐姐 坏姐姐 兰兰眼里透出的一股受伤 什么也没说 把宋小超放下 继续收拾屋子 愿由宋泽阳在身后吐口水 抹鼻屎 宋也看不下去了 冲进客厅 吼了宋泽阳几句 宋泽阳立马大哭起来 看见我在后面 立马扑进我怀里 我忍着厌烦推开他 夸夸给他两巴掌 哭什么哭 你刚刚说那些话 你以为我没听见 给你姐姐道歉 屋里几人都震惊了 瞪大双眼 五岁的宋小超 更是跌坐在沙发上 含着一眼泪水不敢掉 他们的反应很正常 毕竟驮货 对两个儿子是极度溺爱 尤其十岁的宋泽阳 是捧在手心怕坏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更别说动手打人了 而我是个工作狂 一直忽略着孩子的教育 没想到被婆婆教育成了这样 而宋雨教育孩子 还会被婆婆一通大骂 婆婆成了两个儿子的挡箭牌 对女儿兰兰那就不一样了 非打即骂 从小让她干家务活 让她照顾弟弟们 如果没有那个梦 我还真不知道婆婆居然这么双标 宋雨心疼女儿偷偷塞钱 被婆婆发现了 还会跟她大吵一架 美其名约 女儿就是要多锻炼自理能力 可我的兰兰也才十三岁呀 呜呜呜 妈 你打我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的打我 宋泽阳反应过来 开始用她常用的技巧撒破打滚 我扯着她的耳朵站起来 啪的一声又给了她一巴掌 我气得心肝疼 想着梦里我的右腿 为了救她骨折 又失误 岁时还被她叫老瘸子 连是反手再给了她一巴掌 对着老公喊道 把一架拿过来 以前一架都是用来打蓝蓝的 宋泽阳眼里闪过一丝害怕 但还是嘴硬 妈妈 我是你儿子 你凭什么打我 你信不信我去告奶奶 我接过一架 把她摁在沙发上面打遍教训 什么这个那个女的 这是你亲姐 给我叫姐姐 谁叫你这么没礼貌的 再让我听见一次 打烂你的屁股 你去告 你以为奶奶就能救你了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一番 不 我就不 妈妈 你平时不管我 现在凭什么打我 我恨你们 宋泽阳哪受过这种委屈 嚎啕大哭起来 狠狠摔了桌上的杯子 和蓝蓝的电话手表 冲回了房间 我愣住了 原来我做的这么差吗 平时为了孩子们 更好的生活 努力工作 现在却成了口中的 不管他们 虽然也真的没咋管 我决心先放一放手里的工作 好好管教一下这两个逆子 我可不想让他们成为 梦里那种无情无义的白眼狼 蓝蓝包着泪 捡起了被摔碎的手表 我紧紧抱住他 哭着跟他道歉 他倒反过来安慰我 眼里全是不可置信 明天妈从给你买个更好的 妈妈 我没事 弟弟那样子 你不去安慰他吗 脸上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他在害怕 害怕宋泽阳会去给婆婆告状 我心里一痛 愧疚更深 现在我一定是他坚定的后盾 臭小子欠教育 管他那么多 你奶奶之前 宠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放心蓝蓝 他以后还敢没大没小的 我打死他 如果他敢去告诉奶奶 你就告诉妈妈 妈给你做主 宋泽阳房间的哭喊声更大了 我看向沙发上的宋小超 他扯着抱枕丸 好像一点没注意 刚刚的动静 但我知道 他虽然小蛋很会看人眼色 如果好好教他 应该不会长歪 于是我蹲在他面前 小超啊 你刚刚听到妈妈说的话了吧 要对姐姐好 对姐姐尊重 不然一架伺候 宋小超抖了抖 放下枕头哭着要抱抱 我挥了挥手 多大的人了 还要抱 宋兰兰 见状想上去安慰宋小超 我一把拦下他 兰兰 以后照顾弟弟的活不用你干了 你只需要照顾自己 有什么想要的 就跟妈说 对了 你之前不是想学钢琴吗 明天妈带你去报班吧 兰兰一脸不敢相信 小小的脸 让人忍不住 捏了几下 老公宋里在一旁 给我比大拇指 他一直想送兰兰 去学钢琴 都被婆婆严厉禁止 房间传来尖叫 还有众物落地等的声音 看来宋泽阳又在里面发疯了 人是我故意对着房间大声说 宋泽阳的画画课给他停了 反正他也不爱学 梦里宋泽阳要学什么 我都送他学 可能来得太轻易 他一点也不珍惜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我梦里认为 这就是男孩子应该有的魄力 所以一切都随他 结果十几年来 一事无成 学习也荒废了 现在看来浪费这个钱给他报班 不如多给兰兰 买点好吃的 看着兰兰面黄肌瘦的身体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随即拿着宋雨的皮带 走进宋泽阳的房间 你刚刚在干什么 长出息了是吧 还敢砸东西了 来 再给我砸试试 宋泽阳瞪着两双牛眼睛 火都要喷出来了 凭什么 我就要学画画 那你 他不准学 你再说 打不死你 再敢对你姐不尊敬 见一次打十次 哼 我勾起地抹笑 童年五件套 他还没享受过吧 先来尝尝皮带炒肉 我抡起皮带就往他身上抽 他碰得大声哀号 啊啊 好疼啊 呜呜 月儿 宋雨拿着另一根皮带冲了 进来 老婆 你现在要注意休息 我来吧 别把身体打累了 宋泽阳这次开始怕了 爸妈 我错了 别打我了 错了 晚了 于是他每每收到一顿混合双打 宋泽阳一向是怕他爸的 小时候挨过一顿打 从此不敢惹他爸 当然 累死我把宋雨打了一顿 斥责他怎么能打我的宝贝儿子 那时的态势 宋雨再也没打过宋泽阳 宋泽阳也仗着有我的保护 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呼舒服了 我揉了揉肩膀靠在沙发上 宋雨颠颠地跑过来给我按摩 老婆 打累了吧 好好休息一下 那臭小子就是欠收拾 嗯 你说的对 沙发上的宋小超瑟瑟瑟发抖 跑去拿了桌上的水果递给兰兰 姐姐 吃 吃果果 嗯 不错 如此可叫 小孩就是会看眼色 宋兰兰呆地站在那里 这傻孩子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吧 我一把拉过他抱在怀里 兰兰 你就是妈妈的宝贝 以前都是妈妈的不好 原谅妈妈好吗 他紧紧抱住我 好像想留住现在温柔的妈妈一样 妈妈 你最好了 你是最好的妈妈 宋雨转头偷偷磨起了眼泪 他也觉得兰兰受了很大的委屈吧 晚上我准备给兰兰做一顿 他爱吃的好好补偿补偿 我竟然不知道兰兰爱吃什么 梦里自从儿子出生后 婆婆一切都以儿子为准 做的都是三个儿子爱吃的 认真研究过他们爱吃的菜 保证每天都有他们的爱 生怕他们不爱吃饿找了 而兰兰呢 从没管过他 只严肃地告诉他不准挑食 不准浪费 碗里的必须吃完 从来不在意是不是他喜欢的 曾经兰兰提出过想吃什么 每次都被婆婆一脸厌烦地看着 吃什么吃 家里的东西不够吃吗 还吃一天光想吃了不想学习 而三个儿子要吃什么 就算是大半夜 我也会开车去买他们爱吃的东西 而我 因为工作 从来不管这些 我到底忽略了家里多少 曾经宋宇劝我多多照顾家庭 我却觉得他烦 认为有婆婆在就够了 孩子要的就是自由 家长不必差货太多 是我错了 我真该死啊 我蹲下看着兰兰 告诉妈妈 你喜欢吃什么 今晚就给你做好不好 兰兰低头紧紧拽着衣服 我什么都爱吃 只要是妈妈做的都好 哎 这孩子 真是苦了他了 于是我让宋宇去买了菜 今晚亲自下厨 两小时后 满满一桌丰盛的菜端上饭桌 兰兰第一反应是 抱着宋小超喂饭 心里一阵饭酸 婆婆要求兰兰 先为弟弟吃了饭他再吃 美其名曰 女孩子照顾弟弟是应该的 等他喂完 我们的饭也吃得差不多了 宋泽阳吃不完的也丢给兰兰吃 我抢过兰兰手上的碗 把小超抱去他自己的椅子上 让他自己吃 都五岁的孩子了 早就能自己吃饭 婆婆心疼的儿子 觉得女儿就应该照顾他 所以飞逼着兰兰给他喂饭 兰兰 以后不用给小超喂饭了 他自己能吃 乖 我们吃饭 我给他加了许多菜 慢慢吃啊 兰兰 吃不完也没事 别撑着了 宋宇在桌下踢了踢我 给我使了个眼神 里面写满了老婆真棒 吃到中途 宋泽阳见没人叫他 冲出房间来大吼 为什么不叫我吃饭 凭什么 我家二块红烧鱼 放进兰兰碗里 对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 快尝尝味道 咋样 宋泽阳爱吃不吃 以后倒饭点自己出来吃饭 不吃就拉倒 还有 谁叫你吃饭时候 大呼小叫的 有没有点素质 宋泽阳开始无能狂怒 见没人理他 转头看下老公 爸 你们怎么回事 吃饭都不叫我 以前不是这样的 奶奶呢 我要奶奶 宋宇冷冷看他一眼 你奶奶回老家了 现在你妈说了算 最后宋泽阳还是 乖乖端来的凳子 坐了下来 只是表情忧怨无比 好像多委屈他似的 突然他看见了 什么眼睛发光 哇 我就知道 你们还是爱我的 今天有我最爱吃的炒虾仁 我只是想知道 兰兰最爱吃什么 并没有特地要给他做 算了 随他去吧 只见宋泽阳 夸夸往自己碗里夹 兰兰想夹的时候 直接把他的筷子打掉 不准吃 这全都是我的 你们都不准吃 我把碗重重搁在桌子上 愣着宋泽阳 要吃吃不吃滚 惯了你 兰兰快吃 全是你的 我拿着盘子 把下人全赶进兰兰碗里 兰兰支支吾吾拒绝 妈 我够了 你们也吃点啊 乖兰兰 快吃啊 喜欢吃明天妈还给你做 我想到梦里兰兰 吃了我买的这薯片 宋泽阳大哭大闹 还扯了兰兰一把头发 婆婆觉得好的东西 都该是儿子的 你儿应该吃剩下的 不仅大骂兰兰一顿 还饿了他两顿 哎 我真不当人啊 尽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管不问 宋泽阳这下知道 我来的真的了 眼泪滑滑滑的往下掉 你们偏心 偏心 我要奶奶 我不要你 是 我偏心 宋泽阳你们心自问 以前你奶奶偏你的还少吗 你要的哪样没满足你 看你现在的样子 没大没小 就一混球 要哭一边哭去 别到我们胃口 还有 以后我会管着你们 别再动不动拿奶奶的说事 宋泽阳看了看我们 用袖子胡乱擦擦脸 沉默吃饭 切 还是没中 有本事 别吃啊 饭后 兰兰收拾碗筷去洗碗 我抢走他手里的碗筷交给宋雨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妈 这是干什么 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今天让你爸去洗 以后就交给宋泽阳爸 宋泽阳听完扔了筷子 看了我几眼 又把筷子剪了起来 凭什么 以前都是他洗碗的 我才十岁 怎么能让我洗碗 我吃笑一声 怎么 你节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洗碗 你现在十岁就洗不得了 啊 我不要洗碗 我不要 行了 不洗碗以后你就别吃饭了 想着梦里懒懒 有次发烧没洗碗 被婆婆指着鼻子骂他偷懒 晚上也不让他吃饭 结果那晚病情加重 在床上疼得打滚 婆婆认为是他装病引起毒婆的注意 要不是宋雨及时背着他去医院 想到这我狠狠给自己两耳八子 你做个人吧 回过神来 宋泽阳 熬力声冲出大门 我要离家出走 当没我这个儿子好了 开始了开始了 又开始他的绝技之一离家出走 以前只要有哪里不如他意 他马上开始离家出走模式 实际就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们找他 婆婆当时害怕有人觊觎我的宝贝儿子 跟着他屁股后面道歉 毫无尊严可言 现在等他自己闹去吧 就宋泽阳那怂样 不出半小时就回来了 果然 20分钟后 宋泽阳灰溜溜的回来了